外号河南罗斯的留守员 其实还有另一个NBA母版 那就是曾效力过胡人 签约过勇士的马克·麦克朗 一位从网红扣将 逆袭成为NBA球员的励志典范 不少人应该都看过 他和骨头收集者的那次单挑 这季盖帽真的太凶残了 麦克朗的弹速很快 扣篮力量感十足 运球动作大开大合 转身上篮又快又弹 再加上这个超级跳投 球风真的很有观赏性 麦克朗身高188 精壮的身材 配上同样是188的臂展 难怪网友们在看他急紧的时候 都想到了留守员 去年被胡人队裁掉之后 麦克朗一直都在发展联盟打球 最近他收到了NBA扣篮大赛的邀请 成为了史上首位 参加全明星周末扣篮大赛的 G联赛球员 早在高中时期 麦克朗就凭借着自己的扣篮 我便全网了 那时候他的外号是小格里分 虽然只是一位三星高中生 但凭借着劲爆的球风 收获了80万的粉丝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麦克朗被冠上了网红扣将的称号 后来他追随偶像艾弗森的脚步 进入了乔治城大学 然后又从落选秀 打成了一名真正的NBA球员 他一直都在进步 本赛季他在聚联赛的命中率是60% 三分命中率38.5% 场均可以拿到16.4分 2.4篮板 4.6助攻一场段 对比前两年打得更加高效了 进攻手段也更加全面 1999年出生的麦克朗 现在其实也只有24岁而已 个人相当喜欢他的球风 期待一下麦克朗在扣兰大赛上的表现吧 也希望他能够继续进步 重新打回NB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兰大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兰大赛